日本国会众议院昨天通过国际观光振兴法后 今天参议院也拍板通过 将对出境日本的外国人和本国人开征国际观光旅客税 每人征收1000日元 换算下来大约是9块多美元 习法规定 无论是外国人或日本人 只要年满两岁 明年1月7日开始 出境日本每人都要缴税1000日元 征收方式将会附加在机票和船票的价格上 国际观光旅客税上路后 日本政府预估每年大约可征收约400亿日元 这笔税收计划将运用在点部辨识系统 加快机场出入境的审查 还有维护强化文化遗产 国家公园等观光资源 吸引旅客到日本各地游玩 日本政府全力拼观光 希望2020年到日本的观光人次 能达到4000万目标 但之前日本消费税提高到10% 现在又要加收旅客税1000日元 吸引外国观光客是否受到影响 还有待观察 华人街电视新闻 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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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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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